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越来越多 其实它把原来的绿色的大地给封住了 太阳照射下这些都会吸热 到了吸热 到晚上就会放热 因为热的关系 它会形成一座像岛一样的浮云 所以才叫热岛效应 是这样的 全球带来的电视的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郎祖云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核心协力 旧地球 旧地球不是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说的不是很了不起 就是你不用大费周章 你不用改变生活 你只要改变一点点小习惯 随手就能够做到很多节能减碳的动作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主题 台湾是身处雅肉袋 所以我们一年有很多非常热的日子 夏天到秋天 秋天还有秋老虎 秋老虎过了万一 现在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 有时候连冬天都很热 所以我好像都离不开冷气 可是冷气一开 等到我们每一个两个月算一次电费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电费单 你就开始自责 就开始害怕 为什么可以缴这么多的电费呢 电费还是其次 当然是我们越开得越冷 我们的地球就会越热 好 怎么样才能够聪明 省电 而且省冷气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来介绍今天参加的特别来宾 很特别 他们都是环保兼兵 小小环保兼兵 我们的谢老师带队中泰国小队 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是淡水中泰国小的师生们 中泰国小推动许多节能减碳 及绿色环保的活动 学校有道理体验区 让小朋友感受农夫耕种辛苦 并了解防灰安全及生态维护的重要性 因此对于今天的挑战 可是信心十足哦 我要先请教一下谢老师 您在学校是专职教他们什么 课外活动吗 还是什么 我的部分是担任这三位小朋友的导师 他们三位其实今天来是各司其职哦 没有错 李老师最近的这一位看起来很害羞 功课很好 他是 华明博 智囊团 是 对不对 所以他不见得敢大声回答 可是他会择摇耳朵 咕噬咕噬咕噬 咕噬咕噬咕噬 是不是啊 明博 是 他都不敢看镜头好害羞哦 好 在中间的这位雨萍呢 据说是小小演讲家咯 经常参加演讲比赛 是 是哦 那这样的话就由你来介绍你隔壁那位同学 来 他是谁 这个是我们班上的徐少福活泼好动 这个校图是班上最活泼的学生 对不对 其实中泰国小很有意思的 他们在淡水有自己的稻田 所以小朋友是要亲自去体验耕作 对不对 然后老师他们这个体验耕作以后 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最主要就是能够体验到农夫的真正的幸福的地方 而且好像大家的这一个农作物的收成 都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没有错 而且还有一个生态池 小朋友也可以就近观察呢 这一些生态这一些生物跟我们生活的关系 没有错 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学校 而且学校也参加这个网路挂牌的评比得到很好的成绩 没有错 这绿能学校这些都是环保的小尖兵 好今天我们的专家很特别 这个人很奇怪 他们家专门买人家不要的那个房子的位置 他买那个边边角角的 西塞的 屋顶的 通常都很热耶 好我们来介绍这位呢 是绿住宅的这个推手 当然也是节能专家 我们的邱继哲 邱先生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邱继哲 从事绿建筑研究 以绿色手法创造舒适健康的驱住环境 曾获台湾环境英雄奖 更加坚定他推动律师区作为终身职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为大家解答谜底 为什么他专门敲这样的房子来住 而且据说他们家就算西塞都不会热哦 这就是聪明省空调的原因吗 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来请教他 第一个单元进行之前 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记住我们现在整个室内 我们节目的这个色温 它是一个什么感觉 它现在是好热好热 好热好热 暖暖的感觉对不对 只要我们的同学们老师们 只要每答对一个蓝灯 就可以帮助我们地球降温 节目的颜色也会开始变成 非常舒适的这样子的一个色温 我们一起来体会 来进行由此一位 第一题 在台湾个人排放量当中 吹冷气所累积的二氧化碳高居 第几名 一第一名 二第二名 三第三名 三二一 请作答 第几名 一 第一 第一名 对还是错 答错 正确答案是第二名 好下一题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统计 台湾2010年个人排放量是 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公斤哦 请问比起亚洲哪些国家还要高呢 一 日本 二中国 韩国 四以上 三二一 请作答 四 第四 以上 揭示 对还是错 答对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第三题 为了节能减碳台湾推动了冷气调高一度C的活动 只要调高一度C一年减少多少公斤的态排放量呢 一 二十八公斤 二 四十五公斤 三 五十六公斤 三 二 一 请作答 二 答案是二 四十五公斤 对还是错 答对了 好 上一题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减少开冷气的机会呢 一 改善居家的装潢 二 太换传统的白赤灯 三 屋顶绿化 四 以上 揭示 三 二 一 请作答 四 以上 揭示 第四 以上 揭示 国语非常标准 答案对还是错 答对了 好 下一题 为了抵决呢 热气进入室内 请问居家的装潢隔热效果哪一种最好 一 是窗户夹接隔热纸 还是二 窗户外 加添遮阳器具 还是三 窗户内加装遮阳器具呢 三 二 一 请作答 二 第二 窗户外 加装遮阳器具 对还是错 答对了 三家在点头咯 下一个 除了在窗户上做处理之外 还有哪一些方法能够有效的使用冷气 一 在冷气机上面装遮阳棚 二 定期的清洗冷气的滤网 三 更换呢 一 二 直较高的冷气 四 以上 揭示 三 二 一 请作答 四 第四 以上揭示 对还是错 答对了 小朋友好意 二 下一题 来 当冷气越吹越多 在都市形成的平均温度比乡村高的现象 称之为 一 都市效应 二 藤原效应 还是三 都市热岛效应 三 二 一 请作答 三 三 都市热岛效应 对还是错 好棒啊 来下一题 台湾因为都市热岛效应的影响 使我们的夜间温度超过了25度C的天数 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几天了呢 第一 一五十天 第二八十天 第三一百天 三二一 请作答 一五十天 一五十天 对还是错 答错了 正确答案是 已经高达一百天了 一年的三分之一哦 好 再来下一题 时间 剩下这一题了 都市热岛效应所传症的现象是 一 日照时数减少 二 降雨变少 还是三 空气污染物不易扩散 四 以上皆是 答案是 三二一 四 好 这题答完就算 四 答案对还是错 答对了 以上皆是 哇 小朋友你们好厉害哦 姐姐都念到口干舌燥了 老师你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 非常好 我问我专家你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 我出乎意料的好 对 因为我看每一题你们答对的时候 专家都在那里点头啊 嗯 答得很好 嗯 答得不错 来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各位 你们今天拿到了几个蓝灯 可不可以改变我们现场的光线呢 请看 一个蓝灯 两个蓝灯 三个蓝灯 四个蓝灯 五个蓝灯 六个蓝灯 七个蓝灯 七个蓝灯吗 恭喜 哇 啊 漂亮 9題裡面答對了7題成績 相當的好給自己一個鼓勵 我們在這個階段其實 學到了很多的 答對了到很多資訊對不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專家 我們剛剛答錯的那2題 剛剛我們前面有一題小朋友 非常的搞不清楚 我也有點不清楚 我們故事都在講嘛 這個冷氣的排碳量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造成都市有這個熱導效應 因為密集嘛對不對 那可是為什麼他會是第二名 他的行為跟哪一樣的這個行為 比起來誰比他超過呢 因為其實根據環保署的統計 事實上在台灣居民 所有的行為當中 其實吹冷氣是第二名 然後吃肉反而是第一名 為什麼呢 這是跟他從一開始的源頭 有關係嗎 有有有 因為比如說你肉的生產 從豬肉 牛肉 像牛肉還要進口 尤其是比如說這些豬 它會產生豬粉 豬粉會產生甲腕 甲腕也是一種溫室氣體 是 對 它是主要的氣體 對 所以說其實它的排碳量 影響地球的氣候其實更劇烈 所以其實我們提倡素食呢 也是對地球盡了一份心力 所以雖然說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天天吃素的 但如果你能夠盡量的選擇 然後呢這一些對於排碳量比較低的食物的話 其實吃的又自然又健康 沒錯 嗯 好 那剛剛答錯的就是說 我們是在2005年的時候啊 夜間溫度25度C的天數已經有100天了 為什麼呢 這次市的熱島效應到底是什麼意思 您幫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都市熱島效應就是說 人群聚在一起住在都市裡 所以鋼筋混凝土的建築物越來越多 然後再加上這個馬路 柏油 那其實它把原來的這個綠色的大地給封住了 那太陽照射下這些都會吸熱 那會吸熱到晚上就會放熱 那再想一下看 在這個土地之前的一個狀態 它是綠色的大地 它其實白天就開始散熱 而且它不會吸收那麼多的那個熱 因為它綠色植物一直在光合作用 是 就是說當我們的土地上面的建築物 開始吸收大量的熱的時候 儲存下來到晚上就會散發出來 而且在白天的時候 因為你人的聚集 就有很多那個懸浮屋的物質 那些粉塵啊 然後就開始在都市的天空當中 飄來飄去的 而且它因為熱的關係 它會形成一座像島一樣的浮雲 所以才叫熱島效應 是這樣的 以前我記得小的時候 一到黃昏天就變涼了 沒錯 可是現在到了晚上還有25度以上 而且到了2005年已經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晚上好熱好熱 那但是天氣真的還是很熱啊 我還是要吹冷氣啊 怎麼辦呢 我要怎麼樣才能有聰明的空調呢 我們來看看有一個人家裡面 我剛剛說了 他們家買西曬的房子 可是都很涼耶 看看你是不是能從影片當中 學習到達人怎麼樣聰明的來節省空調 好大的太陽 曬得住家水泥建築直發燙 以為躲到室內就能涼快點 但要是家裡是西曬的房子 那可就涼不到哪裡去囉 不過有平民綠建築推手之稱的邱記哲 有它的辦法 會這個有低到玻璃窗 低到玻璃窗然後它方便會裝到 通常的這一道玻璃窗的後面 那這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當然當你要遮陽的時候 這樣算是遮起來的 可是呢你手如果去摸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原來太陽它是輻射 所以其實熱已經進來了 那有什麼補救方法可以把陽光 擋在窗戶玻璃外呢 我們就做出的第二道窗 做了家的第二道窗之後 四路要的界線改變了 原來我的外遮陽簾在兩道窗戶的中間 然後外面窗戶打開的時候 我的遮陽簾就變成外遮陽 窗簾變成在窗戶外側的外遮陽 讓陽光還沒照射到玻璃前 就反射掉大部分的陽光 減少輻射熱能的穿透 比起一般室內的窗簾 具有三倍以上的隔熱效果 我們的收入地板牆 跟原來的混凝土牆之間 我放了這個叫那個泡沫玻璃 這個由玻璃高溫燒成的泡沫玻璃 裡頭不連續的氣孔 可以阻止熱流前進 另外建材常見的玻璃球 鹽綿 也都可以作為隔熱材 這就是混凝土 我們牆壁混凝土的結面 把這些隔熱材放在它的這個 內牆的室內側 牆壁的室內側 當作是隔熱 當它熱的想要前進的時候 會被這個隔熱的材質給擋住 這個就是我們鋪的隔熱磚 這個隔熱磚在裡面 這個板子就是PS板 它隔熱是靠這塊板 現在太陽還不是很大 是69度 我可能是量到差不多快80度 然後如果它底下翻開了 你看這個溫度 差不多39度 現在我們睡那個 這邊的屋頂的下面那個房間 一個晚上的冷氣的話 可以至少省了75% 好我們現在來問進行的就是我們呢 看看小朋友可以得到多少個燈 第一題 影片當中的外遮阳效果是內遮阳的幾倍 有聽見嗎 來 請把它寫下來 你們的答案是 你們的答案是 三倍 對 還是錯 好 窗簾變成在窗戶外側的外遮阳 讓陽光還沒照射到玻璃前 就反射掉大部分的陽光 減少輻射熱能的穿透 比起一般室內的窗簾 具有三倍以上的隔熱效果 好 第二題 邱先生呢 他在他那一面西曬的牆裡面 加裝了哪三樣隔熱的材質呢 讓他的房間變得很涼快 請作答 好 我們來看看 小朋友的答案是不是都寫完了呢 他很努力地把那個男的字寫完了 好 小朋友的答案是 第一 玻璃球 第二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叫做 混合泥土 第三個叫做玻璃纖維 對 還是錯呢 看看影片答案怎麼說 我們的生物地板牆 跟原來的混泥土牆之間 放了這個叫泡沫玻璃 這個由玻璃高溫燒成的泡沫玻璃 裡頭不連續的氣孔 可以阻止熱流前進 另外建材常見的玻璃球 鹽綿 也都可以作為隔熱材 好 沒關係 雖然沒有全部答對呢 可是答對一個還是有得一分哦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這一題就是說啊 以影片為例 邱先生家他在屋頂裝了這個隔熱板之後 我們剛剛看到他有效降溫了幾度呢 請作答 好 小朋友的答案是 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間 對 還是錯呢 答對了 看看影片怎麼說 但是太陽還不是很大 是六十九度 然後如果他底下翻開來 你看這個溫度 差不多三十九度 剛剛我們的專家還在問 小朋友現在上課都有在學這些嗎 為什麼他們看起來都好厲害 所以這個階段他們拿到幾個藍燈 注意看哦 我們的這個溫室效應 是不是會變得更好改善了呢 來 幾個藍燈 請看 增加了一個藍燈 兩個藍燈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藍燈 好 總共有多少個藍燈 十個藍燈 哇 好厲害哦 恭喜恭喜 對啦 好 現在我們就要來請教專家了 這一些建材 是不是每一個家庭都適用了 為什麼是用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泡沫玻璃啊 它其實有兩種材料是算進口的 可是我覺得它環保理念很好 它是用回收的玻璃 把它重新融化聚合 然後燒結 而且裡面打入空氣 那鹽綿也是進口的 不過現在它算是台灣最常見的一個隔音材料 非常非常的便宜 大概從東南亞進口蠻多的 所以台灣其實可能沒有辦法製作那麼多 保溫隔熱的建材 可是我們可以進口 來幫助我們保溫隔熱 然後大量減低我們的冷房的空調的使用 那這麼轉著轉著呢 就不知道我們的小朋友 今天在第一單元學到了資訊 在第二單元從這個專家的這個家裡面 學到了實際喔 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現場就要看看囉 你們對於我們所謂的使用的這些隔絕的材料 你是不是能夠真的想得通呢 我們一起來實際調整 今天的十座題 要請四位地球守護者 在百頁木簾、露衣玻璃、黑網、爬藤類植物、木棧板 五種隔熱器材中 安裝在住家最適合的位置 達到減少使用空調的目標 限時一分鐘 配對正確即可獲得一分 計時 開始 那那幾個應該是邊邊嘛 黑網應該是屋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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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網應該是屋頂 黑網應該是屋頂 你不反而入 好 我們還有30秒的時間 加油 不要 你們在幫我那個 幫我房屋兩塊的時候 不要把我家拆掉了 好 這不怎麼辦 對 要放在哪裡呢 是放在花園還是屋頂 還是哪裡呢 屋頂屋頂 好 有的時候老師的話要聽喔 屋頂屋頂 就放著就有 放上去 動作快 好 時間到 好 沒關係 來 請我們的團隊往這邊站 往這邊 往這邊站 老師帶著同學往這邊站 好 來 好 他們現在把這個建材都鋪到定位了 好 我們現在有請我們的邱先生 好 來 幫我們看看 哪一個位置是對得到幾分呢 我們先來看看 先來看看 好 來 屋頂上 屋頂上 這個木站道 放在屋頂 也對 也對 因為它隔絕了對不對 對 還有這個爬層植物 放在牆面上 也對 好 好 那現在還有這個百葉木簾 跟這個玻璃囉 好 這個 這個 先有玻璃 再放 在外面再放百葉木簾 其實百葉 都對了耶 對 好 好 也就是說 小朋友呢 在這個五個品項裡面 百葉木簾 玻璃 黑網直栽 還有這個木站板上面 全對 沒錯 全對 恭喜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 會有一點點 不太清楚的這個 Low E 是什麼意思 這個Low E 是Low Immensity 就是說它對熱能的吸收 它是 可以減少 可以擋在外面 可以擋在外面 有點像是我們貼了 隔熱貼紙的意思 沒錯 隔熱貼紙很多其實 比如說它這次叫鍍膜 隔熱貼紙是用貼的 它直接是在玻璃上面 鍍上去 鍍上去 我們也不用額外貼 這個玻璃本身就處理過了 對 它就已經有這種隔熱的效果了 對不對 其實我們剛剛也有請教過專家 像這樣的一個改善 一個綠建築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不用一次完成嗎 對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 先做這個再做一點這個 一點一點的改善 朝更美好的更舒適的居家 更節能顯淡的方式來進行 對 從你家就看得到 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中泰國小的小朋友們 在這裡拿下了幾個藍燈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現場的氣氛跟光線 又有一些改變呢 請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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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朋友帶給我們的非常舒適的 綠能的一個環境 今天在中泰國小努力的答題之下 獲得了十五個藍燈 不但幫助了地球降溫 也全功跟上榮譽堡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應吧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要請我們的專家邱先生 來給小朋友這個存錢筒 核心協力就地就存錢筒 請小朋友下來 老師一起 來 我們把這個代表 同心合理存錢筒 請發給同學們 來 老師 來 來 謝謝 來 謝謝 我同心合理存錢筒的意義呢 就是當我們付諸於行動以後 省下來的這個瓦斯費啦 水費啦 電費啦 各種不同的費用 存在一點 就算一點點都要存到這個存錢筒裡面 極小成多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存錢筒呢 再交給 又致力於環保的團體 然後讓他們再去影響更多的人 讓我們的地球更加美好 讓我們大家一起核心協力 救地球 謝謝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您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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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